今年的中超联赛从赛季出的未免冠军的突然退出似乎就这个赛季的联赛会一波三折 天津金门虎最后关头的复活 联赛英国家队12强赛事停摆等似乎都在说明中超联赛距离职业化的道路还很遥远 中国足球未来在哪里都在说清训 要培养清训小球员 不过因为中国足坛的千辛新闻屡见不鲜 就算孩子能够成为职业球员 那么未来能够养家糊口吗 加上国家队和联赛的糟糕的情况下 让很多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去踢球 而且加上电竞等冲击 意向下世界第一大运动的足球对于年轻人又还有多少吸引力 也一个问号 其次中国足球管理者都只顾自己眼前的政绩 其中最明显的事情就是在李铁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五年前时任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主帅的李铁 就泡轰过国足领队郭炳 这一步考虑俱乐部利益 而五年之后的李铁作为国足主教练 因打12强比赛 所以就可以牺牲联赛 在非国家队比赛日期间组织国足集训 实际上这差不多 同样是国足在非国家比赛日期间的集训 如果要说到损害利益 五年前还没有让联赛长时间停摆 而五年后的今年联赛却是长时间停摆 大批中超球员长时间缺乏比赛锻炼 我们不可否认金元足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正面积极的东西 比如球员的高薪少了很多假球 至少目前没有相关报道 比如高水平外援的到来 国内球员跟着比赛能力的提升 同时也吸引大批的球迷重新回归球场 关注足球 当中性化名称一刀切 又遇到整体大的经济形势不景气时 还有多少投资人愿意投资呢 如果没有投资人 中国足球连舞台都没有还谈清训 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足球真的想发展 恐怕中国足球的管理者 不能只顾自己的政绩 而是地考虑中国足球 如何长远的健康发展 比如规划球员的问题 规划球员政策到此结束 还是符合条件的外籍球员 都可以考虑入籍征兆 比如国足和联赛 不能老喊亚洲一流水平 世界第六大联赛等口号 再比如欠信问题 联赛的入准条件 真的能够认真执行吗 还只是签个字 就算领工资 中国肯定可以找到有天赋的球员 比如我们有过中国太阳孙纪海 国王董的董方卓 让皮亚尼西在青年队 都让出前腰位置的王储等等 但归根到底 中国足球的问题还在于 中国足球的管理者 能不能少一点政绩的功利心 而是用降薪来精雕细琢 发展中国的足球之路 当然真的做的这个点恐怕很难